哈喽大家好,我就是老人,欢迎收看新的一期这表直播vlog,今天是10月8号,我今天呢又是自己一个人拍东西啊,去干嘛呢?去看上海大师杯啊,好几年没有办过了啊,这个网球赛呢是劳力士赞助的啊,所以呢他们说,哎,今天周六可以去看一看,然后发现,哎,国庆节,然后假期之后呢,现在是工作人啊,看一看,劳力士会在里边会干什么呢? 看他陈列有没有表款,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简陋的机会啊,去看大师杯佩戴什么外面比较好呢?嗯,我今天带里没day date,蓝色的盘面啊,外加总统列啊,低调,也比较适合这样的比赛活动吧,OK,话不多说,我们出版,有两件事情先跟大家说一下,就第一呢,停车真的不方便,除非你有这个VIP,对吧?否则的话,看,你只能在离场馆大概有1公里的这个马路上,你这10块钱啊,贵到不贵的,其实强烈建议大家做短博, 坐车啊,就是到什么地铁啊,什么再过来,挺好 呃,第二件事情呢,就是这个,因为都有邀请函啊什么的,电子票,实名认证,记得带身份证,呃,如果没有实名认证的话,我之前看到有人说就是品牌送的票,然后没有实名认证,然后进不去,一定要提前啊,提前一天,提前实名认证,这很重要 走过去的观众呢,大家基本上都穿着这个运动,穿着运动鞋,都是网球爱好者 嗯,就我一个人 总觉得哪里不对啊 跟小朋友一起,学习打网球 从十二点半开始比赛,我觉得我好像来说很多 我这边还有一个老历史的门店,应该是他们上海人家门店,就在这边做展示啊什么的 呃,不出所料啊,所有东西都是警工陈列展示,没有销售 这只香转白金的绿松石都是蛮好看的,之前都是黄金版本,这次看到的白金版本 嗯 好了,这就是今天的整个的观展体验,那么如果你对于大师杯网球赛感兴趣的话,一定记得几点啊 第一呢,就是你要实名注册,第二呢,就是不建议自驾来,如果你的车可以停进掌管的停车场 或者你有VIP通道的话,那没问题,如果没有的话呢,建议坐地铁到比较近的地铁站 然后呢,两块钱短博,一定比你自己停车要稍走很多路 还有呢,就是我这次呢,我是坐在观众席上啊,所以也没有什么包间体验啊 所以呢,如果你希望有包间体验的话,你可以自己多花钱,那个包间,感受应该会比我好更多 这现场呢,有一个劳力士的临时搭设的展厅,大家也看到了,就但是呢,表呢,都是不卖的 跟你在其他门店里差不多啊,如果你以前在上海的门店买过劳力士的话,你可能还会碰到你熟悉的销售 因为他们这一天应该都在这里加班,今天的VW就到这里,我要回去上班了 确实工作比较繁忙,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啊,能够从早到晚看网球 那我就老二了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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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